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15%的回教信徒 摘接月期间 一早就到清真寺诵经 向真主祈祷 进化心灵 清真寺的主席表示 透过进食 向真主表达感谢之意 也让信徒 透过饥饿之苦 领略坚忍不拔的意志力 上百位穆斯林 跪地祈祷 气氛庄严 伊斯兰教一年一度的 摘接月 今年从6月18号展开 为期一个月 新加坡女皇镇的清真寺 一早就传来送今生 大批穆斯林洗尽 脸和手脚后 依序进入礼拜殿 诚心祷告 新加坡有15%的人口 信奉回教 清真寺成为穆斯林的 精神寄托 根据可兰经记载 摘接月白天 穆斯林需禁食 直到日落后才能开斋 当一个穆斯林的穆斯林 他们不吃 饮喝 喝 喝 或是有关关系 在Islam 穆斯林只穆斯林 穆斯林只穆斯在晴晴 从晴晴到晴晴 穆斯林排队领 领取一个个餐盒 摘接月白天虽禁止饮食 但女皇镇的清真寺 在中午贴心准备餐盒 方便参加仪式的穆斯林 带回家 等待日落后进食 中央社记者黄自强 新加坡报道 这座丛林佛寺环境清幽 树林间挂有 太阴对照的佛法词句 出家人也充满异国脸孔 这是全泰国唯一用英文 传授佛法的佛寺 位在泰国东北的乌问省 在超过九成人口读信佛教的泰国 读书一格 也是许多外籍人士 前修佛法的圣地 这间英语佛寺提供两周到两年不等的 短期出家 但不会任意剃度 现任当家住持是 德国籍的和尚卡瓦利 来自欧美亚洲等 二十多国的佛门弟子 就从聆听住持开示 开启每一天 其他包括洗染袈裟和扫地等大小事 都得要做 和泰国当地出家人并没有差别 体现了修行不分国界 性别和种族 只要有心说英语也会通 中央社记者刘德仓 乌问省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 掌握全球脉动 总统马英九率团出访 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友邦 14号抵达海地首都太子港 海地总统马德利 亲自到机场接机 随后马总统参加 由我国协助援舰的 最高法院大楼落成典礼 典礼上马德利和书记主教朗格罗 也特别关怀我国日前发生的 八仙城报意外 并未伤者欺负 马总统指出 海地2010年遭逢地震 但人民却以无比坚强的意志 重建家园 让他感到敬佩 也从那时起 我国陆续协助完成 多项重大基础工程 但马德利总统也坦言 重建工作进行的不是很顺利 两国元首联合新闻说明会上 马德利表示 明年是两国建交60周年 强化双边合作关系 是非常重要的 马总统也指出 地震过后 联合国力促海地发展 我国一方面考虑 结合国际机构的计划 一方面也协助海地 发展太阳能发电 另外在奖学金和 技职教育合作上 也都有继续着力的地方 我们提供了台湾奖学金 目前还有一些 可减好的地方 再来就是 技职教育方面的合作 因为针对 团队未来的发展 需要大量的人才 人生技职教育 很少合作的形式 减少失业 最后当然就是 我们现在已经在进行了 很多的台湾的跟前 所以这个之外 马来西亚可以跟国际组织 配合起来 继续来做 这也是为了 我们能够着力的地方 马总统表示 我国有责任 也有意愿帮助海地 继续往前发展 绝对说到一定做到 马总统也在国宴上 和马德利总统同台雕歌 展现两国情谊 中央社记者王菲华 黄明喜 太子港报道 MRT台湾产品 近年来透过 我国外贸协会的努力 在中国大陆 闯出一片天 日前在天津举行的 2015台湾民亭展 再次让大陆民众 对台湾产品 印象深刻 就是台湾的科技 是很先进的 然后它现在产生了 就是生产出很多 就是跟我们生活系 相关很实用的东西 比如说那台扫描仪 就是如果你到图书馆去 就不用再手抄一些资料 直接拿扫描仪 在树上扫描 资料就都存在 扫描仪里了 这样对学习 对工作 是有很大帮助的 植物的绿色 都可以通过圆柄部分 感应得到 外贸协会表示 本次展览 共有800家 台湾优良企业参加 设有11个形象馆 展出超过2万项产品 内容包罗万项 吸引大批参观人潮 台湾的产品都比较实用 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很好 价格也可以 主要是买一些食品 另外一个还有一些 比较小的家用电器 另外服装有时候 看好的也买一些 根据外贸协会统计 台湾明星展自2009年起 在中国大陆举办 以促成141亿美元的商机 庄社记者周慧莹 天津报道 MIT想进行市场印尼 多个台湾品牌 最近前往雅加达举办商展 展场选在人潮正多的购物中心 主打运动乐国 展示台湾制造的跑步机 运动鞋 这边是自行车 让喜爱运动的印尼民众目不转机 印尼这个市场是蛮年轻化的 那我们要 也就找寻一些 我们台湾产制的一个产品 然后能够符合当地消费者 还有这些年轻族群的一些特性 然后带来这边 透过这个快闪电的这个活动 让他们品牌能够提升 朱印尼代表秀则表示 印尼市场规模和民众购买力强劲 品牌和通路是销售制胜关键 这种通路有的是实体的 有的是电视购物的 也有的一些是虚拟的 所以实际上来讲的话 通路是牵涉到很多 这个台湾产品能不能在印尼市场 这个销售成功或者是销售好的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展场上的台湾产品相较于欧美 除了设计上符合印尼民众需求 价格也合理 具有竞争优势 参展业者希望透过这次活动 让印尼的年轻消费族群 对台湾有不一样的印象和感受 中央社记者周永杰雅加达报道 但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第67届美国电视爱美奖 台北时间16号公布入围名单 喜剧类方面 连续拿下5年最佳影集奖的 摩登家庭被看好之外 也有分析家认为 透明家庭 VIP和矽谷这几部影集 有机会角逐大奖 在剧情类方面 则是广告狂人 纸牌屋和美国蝶梦 同样被看好 更多相关讯息 请持续锁定 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吴依林 我们再会 请不吴依林 会员 打赏支持明镜 we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